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七艘战舰分别是梅州舰、洛阳舰、绵阳舰、金门舰、卢州舰、韶关舰和丹东舰 其中梅州舰、金门舰和卢州舰属于新型的056型护卫舰 洛阳舰和绵阳舰属于053H3型护卫舰 丹东舰和韶关舰属于053H1型护卫舰 056型护卫舰是非常年轻的一种轻型护卫舰 首舰于2012年下水 2013年佛役 056型护卫舰的排水量不到2000吨 仅有1400吨左右 远不如054A型护卫舰 后者的排水量高达4000多吨 但是两者的定位也有所不同 056型护卫舰 主要活动范围是近海区域 相当于大型的巡逻艇 虽然是一种小吨位的轻型护卫舰 056型护卫舰的武器系统却一应俱全 中型舰炮、防空导弹、反舰导弹、禁防机炮、鱼雷、反、前火箭、深弹等全部配备齐全 相比以往的近海巡逻艇有了大幅度的进步 053H1型护卫舰是1980年代建造的一种护卫舰 最大排水量接近2000吨 使用的是法国制造的柴油机 没有配备防空导弹 053H3型护卫舰是2000年前后建造的中型护卫舰 排水量增加到了2300多吨 还增加了防空导弹发射装置 053系列护卫舰的反潜能力很强 均安装了反潜火箭深弹发射器 在实际表现中 这些小吨位的护卫舰十分的灵活 056型护卫舰和053系列护卫舰均安装了现代化的搜索雷达 第一时间就能发现水面目标和水下潜艇 在亚链中 护卫舰迅速地发现了水面浮雷 并且很快将其击沉 消灭浮雷并不难 发现潜艇的难度就大一些 但是中国护卫舰的反潜能力都不弱 升纳系统很快地发现了水下潜伏的潜艇 七艘护卫舰全部配备了反潜火箭深弹 056型护卫舰 还安装 有两座三连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 潜艇一旦被锁定 就很难再逃脱 这些轻型护卫舰已经成为保卫近海的重要装备 也是海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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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